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还没有人招鬼啊 那这一把 哇 刚说完小医生就被震慑了 看一下这个调刃师去不去救人啊 嗯 算了 这边离我比较近 我去救人 这个位置救下来了 好像小医生也跑不掉吧 哎 算了 进人事 擒天命吧 嘿嘿 小嘿嘿 你在这等我 哎 居然不出刀 想跟我不震慑 哇 还摇铃铛 你是有多想不开啊 假装出刀 那我也信你一手 嘿嘿 直接打椅子上了 小医生能不能跑得掉就看你自己了 看能不能扛个刀 哇 直接想现一刀 那我就没办法了呀 一会儿用一个猴头姑 试试机会好吧 你不挂人还想打我 看我走位多刀打法 你这都出几刀了 还没绝望呢 哎 人呢 又回去挂医生了 嘿嘿 我又来了 把医生给我放下 吃我一个猴头姑 呃 放是放下 但感觉好像医生跑不掉啊 算了 看来这个医生今天是注定不能活下去了 我还是回去修一下刚刚那条电机好了 小医生 走好 喂 你这个家伙怎么飞过了啊 还想跟我一决雌雄 嗯 我跟你说 太上头你会输的 你以为我跟那个小医生也好欺负啊 哼 进小木屋 直接砸板 怎么说 你砸板我就直接转医院了 诶 这个人在角落这里干嘛呢 等着闪现进来给我一刀 不行 我得准备好 啊 怎么走了 我 我有这么可怕吗 这小白居然走了 那我再回去修刚刚的电机 现在就剩下两台电机了 我这台还有盲女那台 哎 盲女招鬼了 那我过去支援一下 呃 不对啊 人在哪呢 明明有心跳声 怎么看不到人呢 心跳越来越剧烈了 难道在外面 跳出去看看 哇 小黑 你不会是钢虫上面跳起来的吧 你还想来搞我 刚刚的教训还不够啊 直接砸板砖点 哇 你这直接闪现也太暴躁了吧 嘿嘿 那挠你一下再砸一个板子 你踩不踩 踩了吧 我记得他应该是没有封窗的 这个无敌点 可不绕死你 嘿嘿 那我没办法吧 我去还要我铃铛 完了 被反向了 感觉要吃一刀了 不过 扛一刀也不亏 哎 我又回到这个无敌点了 好了 现在又没有反向buff了 过来啊 还来咬我 这次我可调准到了 哎 怎么说 继续啊 哎 不对 这个传送没有蓄力 看来是要直接给我吸魂 我走了 还等你原地吸我魂 哎 对我们已经压好电机了 那我就有恃无恐了 哎 他好像找不到我了 然后过来了过来了 这两个板子我又可以跟你玩半年 嘿嘿 这两个板子我全盖了 怎么说 想不想闪现进来给我一刀 哇 这电机怎么直接开了呀 完了 这个家伙闪现应该好了 不过我还有个大猴头咕 应该可以 喂 你怎么又走了呀 呃 这就很尴尬了 还把闪现换成了传送吧 反正我这里有地窖 你以为我还会走门吗 嘿嘿 队友应该直接走了吧 哎呀 我还有一个大猴头咕没用的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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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小妈已经很难受了 我还是接着走吧 溜了溜了